途徙琴 作词 刘雨 作曲 刘雨 作曲 刘雨 清晨言雨黄昏 轻视温柔 少年容妆 français 痴障星辰如 내 眼神温暖 堅定 满笑腐舍 是一段风花 一直留下 默然挥手 冬天 雪花飘落的季节 你怀中却似春天 花香布满了时间 凉春耗尽如夏天 树荫遮住了眷戀 庆幸与你在秋天 情深绵绵散落 一遍遍 情谦谦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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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强暴了 我被他强暴了 强暴过 我觉得好丢人 老爷 我觉得对不起你 所以我不敢告诉你 老爷 可是我没办法 杨罗东勋把咱们家远航少爷绑架了 我死来想去 我只能耗着脸皮去求他 然后 接着说 他还想 对我有非分之想 我怎么可能 老爷 可是我又不敢得罪他 我只能 我只能假借我怀的孩子是他的 让他念在这份情分上帮我救远航少爷 可是谁知道呀 我可怜的远航少爷 我还是救完了他呀 他撒谎 他要是真想救我 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知道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你的计 你恨我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的母亲 可是 我对老爷 是一片真心哪 马轻 爹 我冤枉啊 爹 难道你竟在你心里 爹 求求你原谅妈妈 爸 爹 妈妈都是因为我太喜欢光耀哥哥 他才会做这些 爹 爹 你打我吧 爹 都是我的错 爹 你打我吧 爹 母方 老爷 把夫人和二小姐送到城外别院 派家定看管 没有我的允许 不得离开半埔 爹 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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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妈 妈 医生 他情况怎么样 他是轻微脑震大 颅脑外邪肿 没有生命危险 应该不久就能清醒 行了 别发脾气了 帮姆妈一起收拾收拾 妈 我真不知道这破地方有什么好收拾的 烦死了 你呀 由这时间发脾气 不如想想 怎么对付他 还不是怪那个慕婉晴 这老天爷可真不开眼 早知道让他死在码头上算了 阿虐啊 记得妈妈一句话 这人哪 在倒霉的时候 也要站直了 不能让人看不起 都怪那个谭轩林 他要是和那个慕婉卿没有一腿 他能这么帮他吗 还有那个敏大成 这点事都办不好 他这个狗东西 他怎么不去死了呀他 你 妈 妈 你居然因为那个人打我 你就不能记点口德 记点口德 妈不打 妈不打 妈 都怪那个慕婉晴 都是因为他 才把我们家 叫得天翻地覆 对啊 留得厅山在 不怕没柴少 只要咱们还活着 他就得死 说我 真没想到 慕婉然是如此舍戏心肠的人 苏少帅跟我说的时候 我还真不敢相信 知人知面 不知心 幸好安清没事 是啊 小心 报告 徐少帅 楼上房间有水管爆了 怕是房间会漏水 我们给您换一个房间吧 去吧 是 喂 敏大城这边 已经脱离了危险 您这边怎么行 爸爸还是顾念情分 只把崔连峰和慕婉婷 送去了城郊别院 那我们就推她一把 帮她下这个决定 好 这个人的我 这好 什么 真是 听很大 再说 我认为大家 也要数年 你这种火烟 你这种烟 你这种烟 我替婉晴 谢谢你 别跟我说这些 慕小姐已经不拿我当外人了 所以你也别这么客气 看来 我不在司令部的这段期间 谭司令跟婉晴相处得不错 你们俩是否和婉晴相处 我如果不在家子 我不在家子 你都在习吗 就这不是 你们俩是忍着 是 有 走 司令 怎么回事 干嘛 二楼着火了 叫人就火 所有人跟我走 是 是 糟了 冲击了 别过来 见过来我杀了他 你要找的人是敏大成吗 别过来 再过来我真的杀了他 他可是徐都军的公子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把架放下 把架放下 别动 跟我走 公老兄 退不住啊 这些人是来杀你大成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阴差阳错的 来到你这儿 这难道不是 谭司令算计好的吗 龚小雄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实在想不到 整个医院 哪儿还有比你的病房 更安全的地方 不过为了保证安全 我不仅亲自助手 这门口还有重兵把守 要不是你的重兵把守 刺客还不见得会弄错人呢 幸好你没事 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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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关小雄 既然有人照顾你 我就先去处理刺客的事了 告辞 走 少帅 我们还是会月城养兵吧 这里戒备再怎么森严 也比不过独军府 糟了 冲击了 没事 不是冲我来的 我必紧张 我们就放在一边 董事啊 你并得到宠兵权 身边 不要过来 我好想不去 我相信我们 没太过 passado 我们说是对吧 你用一个人 我把这个人 这是大概的 你只能不能吃 刺客一死一伤 受伤的那个已经招供了 是崔莲凤之事 果然是崔莲凤啊 当年她强暴了崔莲凤 害得崔莲凤小产 她以为这个孩子是她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 崔莲凤早就恨她 只是在利用她 那孩子不是她的 这时间对不上 那孩子是我爸爸的 我现在啊 倒是有点可怜她了 不是 结果果然是 老二 别 child 我还有一点 我不想 那我还是会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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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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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老三 老二 老八 老四 老二 老三 老二 老大 昨天晚上我们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吧 看来一夜没睡好啊 昨天晚上我们说的话 你不用这么不愿意见到我 要杀你的是崔连凤 我还救你一命呢 但是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要替崔连凤卖命 不惜去杀害牧家的千金 崔连凤消产的那个孩子 真的是牧志远的 你自己看看吧 胎儿不足四月 按时间推算 是牧志远的没错 就为了这么一个流产的胎儿 你就对崔连凤卖命 不愿意为他背上命案 敏大成 你可真是痴情的种子啊 除非 你和崔连凤之间还有别的秘密 好 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让你这个秘密 他阵yl 你可以不愿意 你瘦我 是不愿意 我就是耍你了 你生三分两次地想要毁掉这张照片 这孩子应该就是你和崔连凤 真正的秘密吧 我烧掉的 不只是这一张照片 这些都是我和一些亲朋好友的合照 我敏大成行走江湖 从来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想连累任何人 烧掉这些所谓的证据 也很正常 至于这个孩子 也只不过是我朋友的一个孩子而已 朋友的孩子 敏大成 你当我傻子啊 你供着崔连凤流产的胎儿 可见你就是前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娶妻生子呢 像我这样的人 每天过的都是刀头填血的日子 不配有什么老婆孩子 没有这些 我才有真正的安全 好 那就又回到了我刚才的那个问题 你既然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 那为什么要替崔连凤卖名 如果你不交代的话 我就只能冲着这唯一的线索查下去了 我有把柄在崔连凤的手里 什么把柄 是多年前沐家少爷沐远航 不是被罗渡君撕票的 那是谁啊 当时崔连凤凤称有了我的孩子 他让我配合他 杀掉沐家的少爷 这样我跟他的孩子就可以顺利上位 继承沐家的财产 我当时也是昏了头了 就听信了他的鬼话 做出了这样恶毒的事情 所以沐连航是崔连凤让你杀的 是的 让明后天去逛一逛 这儿有好多好吃的 医院那么容易下手的地方 你们都失手了 干什么吃的 谭轩林把敏大成藏在了少帅的病房 又把少帅转移到新的病房 派重兵看守 故意迷惑目标 虽然我们失手了 但没有暴露身份 敏大成醒了吗 醒了 谭轩林派人说 敏大成身上还有旧案 请都军开庭再审 旧案 他说是什么旧案了吗 说还是跟沐家有关系 这个敏大成 该不会把当年的事情都说出去了吧 敏大成 杀了崔杰 木夫人现在自身难保 他才把我供出来 谁管他的孩子 你告诉谭轩林 就是我答应开庭再审 是 知道了 去吧 听说敏大成招了 是 是 他终于承认了 是崔莲峰我支持他 杀了你哥哥 徐伯军已经答应了重新开庭 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 单凭一个流产的孩子 他怎么会对崔莲峰死心塌地的 但这照片上的孩子是谁啊 什么照片 敏大成被抓那天晚上 一日再烧着个照片 幸好谭司反应快 留了一百 谭司令的名字啊 满清 你让谭司 令雨帮你不得快 怎么 我认得这个桌子 崔莲峰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如果说 这个照片上的女人 是崔莲峰的话 那这孩子 这孩子是 我想起来了 当年我外祖父去世不久 妈妈身体不好 崔莲峰作为陪嫁丫鬟 就主动要求去帮着守孝 她刚回去没多久 就是清明节 母亲受了风寒 父亲连一个人去祭祷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 他们有了私情 沐婉婷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 果然 这个 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 真正的秘密 我们得好好查一下 沐婉婷的身世 可是过了这么久 还能找到证据吗 放心 如果真的是谎言 那一定会被揭穿 老爷说司令部发来通知 铭信人翻在身上 还有和沐家有关的案子 夫人和二小姐 目前正在禁足中 不方便出去 老爷会带着大小姐 一起前去旁厅 若是有了什么结果 自会告知夫人和二小姐 不会的 会没事的 妈 会没事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别担心了 那个敏大成混迹黑道这么多年 肯定也得罪了不少人 再说了 我们家产业这么大 说不定他以前也敲诈过咱们 对 敲诈 他敲诈 婉婷 你都要给母妈好好活着 记住了吗 你都要给母妈好好活着 你这伤啊是快好了 但是架不住想害你的人多呀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 怎么又来了一波刺客 现在医院守卫这么森严 出入都要搜身 还是让刺客混了进来 是啊 这还好搜了身 要是刺客真带着枪进来 那就可真不好说了 真是万幸 不过这回的刺客是什么来路 两个刺客都死了 目前也没有查清他们的身份 我听徐城说 那个刺客当时就拿着针 对着你的脖子 手要是稍微抖一下 就能扎进你动漫 这次你能毫发无伤 还真是你不打命打 老苏 嗯 你把这支笔对着我一下 干吗 你不会想清顶在线吧 快点 要不我给你签个名得了 少废话 快点 没事吧 没事吧 早上 猶猎了 他也f & g 他也有信心 辞书 我听说你有几桩旧案要交代 我可提醒你 务必要如实交代 不可诬陷无辜 否则将罪加一等 我敏达成这一辈子 上过战场 混过黑道 这手上沾的血 已经无数了 今天 就算是当庭把我毙了 也不无辜 我之前杀过很多人 可那些人 他们都该死 不过十年前有一桩命案 如果今天我不说出来 恐怕在黄泉路上 我都会觉得后悔 没想到你这种人 居然也有良知 我照顾自己的生命案 不过是 你还会认可 因为这种人 就是这种人 你还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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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要是 我去 你还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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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名字叫沐远航 爸 他偷家的名字叫沐远 我幼稚子 领导 我幼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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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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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你还我儿子命来 老爺 你还我儿子命来 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他胡说 老爷 你不要信他的 敏大成说得清清楚楚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他的念中 你们两个一起害死远航 你要利用你们的儿子来上位 做我们牧家唯一的继承人 老爷 你不能听他胡说呀 老爷 他可以胡说 他可以血口喷人 但是我真的没想害远航少爷 老爷 老爷 我还想救远航少爷呢 老爷 他说的不是 敏大成的口供还在司令部 你要去看案卷吗 不 他就是个兵匹 他说的不是真的 他说的不是事实 他说的不是真的 不全是真的 老爷 老爷 你不认识 你有识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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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识据证明吗 是你让他诬陷我的吗 是你吗 崔连凤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 我告诉你 我本打算让你尝远航的命 但是看在你在穆家十几年的份上 我饶你不死 但我会想一致修诸 从现在开始 你和穆家没有任何关系 爸 你不要赶妈妈走 我求你了 一切 这一切 都是穆婉卿她指使的 婉卿 老爷 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绝饶不了她 老爷说得对 老爷已经是凯恩了 老爷是看在我跟他十几年 父亲的份上 看在我为他生儿育女的份上 老爷开恩了 生儿育女是没错 但是替谁生儿育女就不一定了 婉卿 你不要颠倒是非黑白好吗 我怀的那个男孩流产 就是老爷的 愿有正名 小产的那个确实是爸爸的 我怀的 我怀的那个女儿 我怀的那个女儿 就不一定了 婉卿 你不要在这儿诬陷我 你不要胡说八道 婉卿 没有证据 不能胡说呀 婉公 婉卿小姐所言 并非没有证据 谭司令 谭谋此次不请自来 实在有些适合 只不过在人犯闽大成身上 搜到了一张东西 我实在不敢隐瞒 与您有关 与 与我有关 这女童是九尸这位 你肯定是一位 我今天想要 你不信计计计计计计的 他自己地赏 そして说 你为什么会有我的照片 当晚敏大成冒死前回当铺 就是为了烧掉这张照片 他不曾婚娶也没有子嗣 所以我一直好奇 这照片上一只手的女人 和这孩子到底是谁 这不是万婷 只是长得像而已 是吗 那这上面的镯子 怎么和您的一模一样啊 不是 陆公 您看看她 这位梁医生您还记得吗 十八年前就是她 替慕夫人接生的 对 她就是为婉婷接生的梁医生 梁医生 婉婷小姐出生时是足月吗 婉婷小姐确实是足月所生 可您为什么告诉我不足八个月 让我好生照料 是夫人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这么说的 梁医生 那夫人怀孕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从时间上推算 这一笔钱 应该是当年的二月份 那也就是说我清明回老家的时候 你已经有了身孕 不不不是不是 那我来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你和敏大成私通怀了身孕 所以你才替我妈妈去守孝 婉婷 就是敏大成的女儿 妈 他们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妈 妈 妈 你说话呀 我被你骗了这么多年呀 妈 你说话呀 妈 妈 你终于达到目的了是吗 你终于满意了是吗 你处心积虑地回来 就想算计 就想看到今天的我是吗 我只相信 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穆家 还是有公道的 好 潘司令 今天的事 还请潘司令不要对外生长 最近穆家风波不断 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您放心 这本是您的家事 是我僭越了 只不过 这紫丝血脉事关重大 我实在不忍隐瞒 潘司令为我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孟某 感激不尽 悟公 您客气了 我主政上海 离不开您的鼎力支持 所以凡事都会为您考虑 所以这事 我一概不止 只字不提 谢谢 那悟公 您保重身体 潘某先行告辞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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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在咱俩十几年夫妻的份上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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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 planet 妈 妈 妈 母亲 妈 妈 妈 我要杀了你 大人 沐婉婷小姐 来人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才是沐家的大小姐 我姓沐 我才是沐家的大小姐 大小姐 放开我 沐婉婷 拿走 你放开我 沐婉婷 其实 从我裴夫人陪嫁 到这府里的第一天 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翠莲凤这辈子晚了 我不甘心 只做一个陪嫁的丫头 我不甘心 只做没有名分的外事 我更不甘心 老爷你的宠爱 还有别人 我只想 做沐婉的唯一太太 sant 这一切 都完了 也不用这么算计 也不用再担惊受怕 过这个荣华富贵了 但是我只求你一件事 看在万亭这十几年成欢西夏 你能不能善待他 男人的时刻属于完全属于男人的时刻 对不起 你能不能善待他 你能不能善待他 被花成雨漫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张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余晖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的人时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我 就算模糊 这实现 看不清 策马与你高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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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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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走 让几个空将我护过 拥抱着起落 迂回中护过 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 竟然好情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事情看不清 怎么与你高高